我们来看这张,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啊,要大选了 那个行动党频频出招嘛,我都讲了 首先歌颂赞美 歌颂赞美,我们的总理过去的功功伟业 不错啦,不错啦 这个其实就是,我说是水温也好 什么,祭出那个出征的旗也好 在大战之前,最高将领就站在最高峰 准备指挥这一切 因为这场选战他带领了嘛 虽然是把棒交给黄巡才 他可能就退为军师嘛 但是,当然是他军师啊,因为他对熟悉的 过去都是他的丰功伟业嘛 所以你看他现在一直打这种牌嘛 然后五一劳动节又讲出很多很理性,很感性的话 来要求新加坡人要缓解 要马朱拉,新加坡拉 要马朱拉,NTOC 要马朱拉 有一个网友跟我讲 诶,不可以这样勒,我在财园做工勒 或者我在生松做工勒,不可以马朱拉生松勒 可以哦,可以哦 马朱拉二地八门,知道哦 也可以马朱拉,我们的古早面,下面一斤的 我把他正直化,他骂死我 他骂死我,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马朱拉 马朱拉每个人啊,所以张大姐昨天不是讲了,马朱拉是张大哥吗 好,给你们看一个真的马朱拉 马朱拉,Worker Party,出现了 最新的,他说 他,Bitam Singh,在他的网络 他自己的网站,Facebook也放在功能档的网站 他说他们常常到处去找好吃的米香 你懂为什么要找米香吗 好吃的米香啦 所以我是觉得意犹所指 不过他们真的吃米香 你看他们真的是好吃的米香 他们的米香是有米香 米香有米香也有汉的啦 没有,这种没有汉,马来米香 米香没汉 吃好吃的米香 三大,曾经是三大巨头啦 师父 当龙发比较资深了 师兄了 必担心的师兄跟师父 刘承强,方龙发跟必担心 我个人觉得啦 你看,你看方龙发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嘛 只是没有 好像刚刚睡醒被叫起来吃米香 他们都没问题的嘛 你看,哇,刘承强 刘承强差不多大我 差不多 我五八年,他好像五八还是五七的 大我 没有到一年了 不小我,我知道 还是年轻啊 最近,哇,气色多好 你们出去看 哦,Uncle气色好 哦,Uncle 那边要戏灯了 那边的领导要交棒戏灯了 是不是刘先生要冬山在一起 大家就在想 那我就提了一句话 刘得青山寨 刘是刘承强的刘 不怕没财烧 我改成 不怕没财 what啊 方龙发 刘得青山寨 不怕没有财烧嘛 也是没有财发出去嘛 派出去嘛,对不对 分发出去嘛 所以不怕没财 what啊 加了一个what 加了一个啊 哎呀 选举哦 老实讲 工人党过去的选举我参与啊 虽然我没有进入他们的 所谓的圈子里面了 我也跟刘承强也没有谈过一句话 我更必担心到次谈过几次话 都是在晚宴 有啦 训练的时候跟他谈一些话 一直建议 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后续啦 也没有后续啦 无所谓啦 总之我 我认为这一个工人党是可以 寄望 作为 国家 这个选举 朝野之间的一个 能够平衡呢 因为我一路来我都是知道的 不可以一党独大 一党专政 专政如果做得好不要紧 像李光耀先生 算是 overlaw打分数是好 万一不是呢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看几个 蛮有意思的啦 第一个当然是给你们看他的图片啦 告诉你们说 啊 大选也真的 到了 啊 一担心跟 刘成强 跟方荣发 吃米香 也有意思啦 今天我要 告诉你们一个文章啦 这个人本是谁 等一下我们查一下 他说 这个东西哈 就是那种 带风向 挺 挺官 挺官方 挺BAB的文章 我有点 我有点批评啦 我有读过一遍啦 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叫做新加坡接班模式值得珍惜 我的回应就是 值得珍惜 我的感觉是 过了就算了 以后还是要回归一种 比较正规正统 正常正当 正确 的交办 为什么不可以呢 总统都需要做六年最多 国会议员 虽然 可以继续做 每一届选举都可以继续 连任可以继续参选 但是每一次也要得到 人民的委托嘛 当然你说总理内阁 他们内阁制本身是 最大的赢家 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 他们 赢得大选之后 他们来自己安排自己的 所谓 谁是他们的 总理的人选 通常是由秘书长来 接棒嘛 过去从李光耀 吴卓东到李显龙 都是以秘书长接棒 这次比较特别一点 有人发现说 黄巡才现在还不是秘书长 他是接总理的棒 有没有接秘书长的棒呢 如果没有 这对人民行动党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如果没有 这表示 现在现有的秘书长 不交棒 他是交权 不交棒 没有交棒不交权 sorry 交棒 交总理的棒 给黄巡才 但是没有把党的权利交给他吗 因为不是秘书长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我不知道 我没有 我没有去打听 我没有去注意 是有人提醒我 我个人 觉得 照常理 当他叫棒给黄巡才的时候 内阁也改组嘛 不是 党大会里面也会改组 所以我相信会 秘书长还是黄巡才 只是有些人就是 觉得 为什么人民会有这种想法 如果人民有这种想法 就是过去的这个传承本身 很多人 一路来都是这样 不止在新加坡 在台湾也是 蒋经国 是蒋介事传下来的 在北韩更惨 还没有解决 父子 孙 现在还要传一个女 孙女 外孙女 真孙女 如果这个金正恩传给 他的女儿的话 是真孙女 真孙的 世代 在外国没有这回事的 民主政治很少说 只有 要凭本事 大布斯小布斯 大布斯小布斯 所以一般 一般人 不喜欢 这种不传子 只传孙的 不是说对和错的问题 大家对这种传承 一直有疑问 所以 所以 当时有人说 其实李总理 传给吴作洞 是因为 儿子还没有 还没有成熟 本来要祈祷教的 也有人说 因为他有病 所以他就没有传 这个持传了 持传 其实 你跟我讲 你这个接班模式值得珍惜 你看 李光耀总理做三十多年 其实也是一个 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说 我们讲 他真的做得好 不便 但是他做得好 不是他自己一个厉害 他有一群人 大家也知道 他的手 手头的将领 是真的好 有诸葛亮 有张飞 有关羽 刘备其实 本事不大的 如果你好好 去看历史事实 真正 胡佐他的是这些大臣大将 所以李光耀其实 也不是很完美的 当然他有那个 所以我是讲 他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卓越的 超越的 当然他也有 人家十个九个奖 十个九个半 说 李总理的夫人 帮他很多 他也承认嘛 很多讲稿 有时候他的夫人帮他看 而且他们恩爱 所以很多人说 对李夫人是尊敬有余 你知道吗 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他可以很生气李光耀 对他过去的那种 你懂那种戒严时期吗 他们有一些受害者 那时候他们对 他的夫人 没有话讲 不可以 不可以说 就是没有他的事了 他不是派人 这个不容易 你看到接下来的 我不必讲了 我只要喝就明白了 真的不容易的 你的另一帮能够真的帮助你得分 不容易的 所以你说他三十多年长不长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 黑鹰他真的做得好 如果他做不好呢 如果他像Marcos呢 如果他像希特勒呢 如果他像Mosso Nini呢 如果他像毛泽东到后期 昏庸呢 怎么办 三十多年耶 那个制度本身 并没有让他下来 你说新加坡接班模式 值得珍惜 值得珍惜 我说OK 好了 已经到了今天这样OK了 你跟我讲说 值得珍惜 要去重新 得走一次啊 拜托啊 他做三十多年 我都觉得一个question mark了 然后接下来吴座洞 人家说他做得太短了 十四年 他应该做长一点 做长一点 李显龙不是更短 那李显龙做二十年 吴座洞做十四年 加起来三十四年 所以吴座洞最多 哇重新连接 可能会随时 可能随时会中断 然后慢慢的救回 今天的Wi-Fi竟然有问题 Wi-Fi尽量关掉 这个关掉了吗 对我这个也没有关掉 对不起 尽量关掉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有人说吴座洞做得晚了一点 其实他还是很好的 有些人跟我讲 吴座洞那个时候 一些东西是更好 只是没有人提 你吗 我不管谁好谁坏 这个接班模式 其实不值得 你说珍惜是当成 你珍惜就是 这一批 这三个珍惜就好了 接下来要到规矩走 人民行动党要告诉我们 到底总 总理要做多少年的 总统做六年 总理给他做十二年最多好不好 其实十二年也太长了嘛 两届大选好不好 两届大选就十年了 就比总统长了嘛 就算 就是说他们两届大选里面 他们自己要换 你懂赵少康暂停事 我不懂他是称赞新加坡 说五年就下了 韩国总理总统 韩国有权的是总统 五年咧 就一定要下了 一任才咧 然后赵少康讲一句话 怕他们乱乱搞 不可以相信 那他们不可以相信 台湾呢 两届八年 一定要换 那你说 我 应该怎么的去处理 因为他们是选党的之后 由党里面推出最高领导嘛 那我也觉得不应该做到 也应该以两届为主 就是就算行动党继续执政 也应该两届八年 第三届的时候 行动党里面自己要交棒 就好像这一次这样交棒 一定的 不可以做十多年 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 没有这回事 不可以 为什么我说不可以啊 你明白吗 当然我对父传子 子传孙的这种我也是不认同 但是如果你从理智来想 不可以 就算是父传子 子传孙的真的厉害 就传给他 他也是做两届 因为啊 当接棒的时候 都是五十多岁了嘛 五十多岁算年轻的 都是五十多岁 两届大概都有十年了嘛 都六十岁了嘛 停一下嘛 我不是说他不会再接 停啦 停一接 换一个 或者换一个做两接 他才来接 或者不要接了 在他六十岁还清醒 还能够的时候 做资政不是更好 所以永远啊 永远我们的总理是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了 你明白吗 不难你学COE 一只车 我才很COE 一只都爱台了 你最宝贵的十年 献给新加坡的政坛 作为最高领袖 我不是说你接下来 不能够做事咧 你可以退做副总理 你可以退做国务执政 你甚至可以退做一个高级部长 专注在那一块 你知道那一块是你过去十年里面 一直做不好的 做不够理想的 没有什么吗 也是 他们都不缺钱的嘛 所以我觉得啊 领袖不可以很多年的啊 李总理这种是艺术的嘛 做得久又没有变坏 是真的值得珍惜 珍惜就好 不必再来 你们明白我讲的话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讲一种气话 我是用非常理智的想法 人啊 其实最 从政最 最佳年龄 根据赵少康也是同意 五十多岁 近 哇 漂亮漂亮 你看那个侯友余啊 其实 已经迟了六十多岁 赵少康都七十多岁了 做副总统候选人 全部都是老的 现在 其实赖清德相对来讲 是算是年轻 也是要六十多岁 所以 其实真正 做总理五十多岁能够 把国家 最少你整个国家是很活力的走下去嘛 很创新 你的mind是最先进的mind嘛 好像王勋采现在 我昨天看他谈的那个论坛没有 五月几号的一个论坛 讲的不错 没有搞的咧 厉害咧 真的 些人都是厉害的 所以他ok的 他有料啊 他对财经方面有料 新加坡他们没办法 你做总理啊 你财经方面要好 其实李总理是比较吃亏的 两个父子都吃亏 一个是数学厉害 一个是律师来的 所以他们要很好的 财务大臣来帮他们 财经人士来 所以有善达曼嘛 你看到吗 所以有黄勋采本身 其实现在啊 黄勋采做总理 是我个人觉得 他是唯一的一个 具有自己本身的专业是财经的 我跟你讲啊 你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代已经走到这样了 你讲什么文化啦 传统啦 艺术啦 什么都好 一个国家能够生存 就是财经方面一定要强啦 经济一定要强嘛 财政一定要管理妥当嘛 所以 其实我们的第四位 这一位 就是财经的 然后他又经过大风大浪 那个枯萎的 所以他是被 试过了 有试炼过了 而且又是政务官 不同 有政务官出身的 真的不一样 都是比较稳打稳扎 做事的 因为我跟你讲 我称赞 新加坡的公务体系 多过我称赞 这些所谓的 内阁 成员 我 排除 总理 这些代德啦 就是这一批 做 国会议员 还没有 安排谁去做 总理 副总理 这样的人才 跟 一直有的 那个公务体系的 那些人才 我很深在那边 实际上 人民行动党 很多人才 从这里的啊 内阁成员 是从这边过来的 秘书啊 各方面的 公务体系过来的 那你讲公务体系过来 也可以把 也可以把 军队 警方 警察部队 也放在内啦 内阵啦 也可以算啦 但是我讲的公务体系 就是公务员啦 所以也算啦 但是很大的程度 有时候 有一个时候是一直用军人 但是现在慢慢 开始你发现 军人 这一步棋不一定下的好 为什么 还是财经很重要 所以要有财经的 所以你看王寻才 他曾经也是总理的秘书嘛 他就是财经强 王内杰啦 也是财经强 他也是 曾经是李光耀后期的秘书嘛 然后都是吴作东的秘书啊 有些是李显龙的秘书 都是财经方面的秘书 是不是财经很重要 所以这一次真的选这个人 就是因为未来要面对的问题 最大的就是财经 新加坡 其他要交由其他的部长去想嘛 就是其他的由总理跟其他的部长去面对那些 国际局势啦 外交的啦 如果你讲外交你说维闻 你会不会有点担心 我个人是有啦 但是还整体打分还是做的好啦 他还表现出他真的做的好啦 但是你你怕他一些事情会让人家觉得担心了 外交上 但是你看国防 我可以说是 是漂亮的旗啦 王永宏 如果现在真的我个人想交给这个三军总长 这个借就借对了 所以你说新加坡 借帮摩斯值得珍惜吗 我现在才念他的内容 你看 就算我们个人作为一个一届草民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对这个题目本身是不能够认同的 是珍惜一次就好 不要再来不要再回头了 我跟你讲讲 珍惜不要再回头 不要再回来 值得珍惜一次就好 因为这个制度本身不对的 一定要订多少年多少年 至少因为现在没有办法订是因为他们一直赢嘛 如果没有赢当然就没有 如果改朝换代那个总理就不是同一个人嘛 就是他们一直赢一直赢 又不会输的话 又真的做的好的话 为什么里面那个一定要给这个总理一次过做这么久呢 但是我我现在讲一句话 有人有人就会已经早早就有讲了 这个也不会做久的啦 不懂下一步会不会是副船子呢 我说哪一个副船子 那个副船子一个已经不行了 要被通缉了 要被刺官司了 另外一个副船子听说 听说了他在某一个选区活动活动活动 是吗我没有听到我就是听说 听说没有错啊 还在船啊还想船吗 听说那个弟弟的儿子不是更厉害 还副教授但是又被 又做错事又不可以回来新加坡 在美国生存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副船子 那个船孙啊 那个也是子嘛 子的孙嘛 不同的孙嘛 有点像 现在台湾人啊 哇 哇 开始把蒋 那个 蒋万安 诞成 国民党把蒋万安诞成是未来的政治 总理的 适当的候选人 政治明星啊 哇蒋万安是有政治抱负的 因为他的 阿公就是蒋经国嘛 蒋经国的爸爸就是蒋介事嘛 但是他是属于 小老婆生的嘛 本来蒋万安是 蒋万安不姓蒋的 是姓张的 他的爸爸叫张孝岩 正名的 因为他 他有那个血统嘛 血统还是很重要啊 血统还是很重要 最近 今天早上还跟人家谈 谈到 泰王 的那个 传承 听说啦 听说泰王 现在这个泰王 我们不要讲他的 事情是怎样 因为跟我讲话的人 喜欢 老国王啊 我个人也是 喜欢呢 我们没有冒放 冒放 泰国的王室啊 喜欢那个老总理啦 老国王 然后我喜欢他的女儿 那个女儿 常常来 新加坡 在那个 古迪巴医院 伊孙 伊孙的古迪巴医院 常常去 学习嘞 那他也是一个 非常出名的 摄影家 我跟张大姐去曼谷 旅行的时候 曾经 看过他的画展 摄影展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 希望说 老国王传 传承给他的女儿 不要传承给儿子 结果是儿子 当国王 但是现在谣传说 这个国王的身体不好 你们知道为什么啦 年纪也不年轻啦 所以很想传给 一个儿子 但是那个儿子 不懂什么事情 被 在国外啦 有事情的啦 但是最近好像军方 给他passport 让他回泰国啦 军方嘛 因为泰国其实还是军人 军人的政权还是这样 军方给他 OK啦 政府给他passport 可以回来泰国啦 听说这个年轻人 听说是不错啦 所以是否是 传承未来的国王 那他就讲一句话 没有办法的 你剥削他的所有的身份喔 但是黄氏如果有人支持他 认定他就是传承的人 因为血统嘛 血液里名 他的爸爸就是现在的国王 所以血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难道 要复制 要重新再走吗 他说李显龙总理宣布 将在5月15日卸下总理之后 交由黄寻财副总理接任 国人并不感到惊讶 因为李总理在这之前 已公开提起了交棒的事 这看似平常 却凸显得 总理让新加坡人知道 他在做什么 以及未来将要做什么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是打脸的 他这句话意思是打 打谁的脸 打李总理的爸爸李光耀总理 凸显总理让新加坡人知道 他在做什么 以及未来将要做什么的重要性 那老总理没有吗 他可以做了30多年 他在做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说他要下台 那你现在是说 儿子做得比老爸好了 我不懂是不是这个意思了 他说看似平常 却凸显的总理 让新加坡人知道 他在做什么 以及未来将做什么的重要性 对我来讲 这也不是最好 其实他有讲他要交棒 他有讲70岁交棒 结果拖到72 当然因为王内洁 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也有人说 因为上一个选举打得不好 这一个选举也未被好 但是已经没变了 他的身体也真的是需要退了 应该休息了 不能了 黄灯了 有人讲了 如果能够做 他会放吗 有人这样问我 他说 真落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理念 当被领导的民众知道领导 将在未来做什么的时候 会比较心安和踏实 从而增进领导者领导的可预测性 减少与民众之间的猜忌 增加互信 我想问你这个作者 他写这句话的时候 他不懂现在坊间还有很多谣传 到现在还说 接取信 还没有到5月15号不算 接取信 可能下一个呢 他的儿子呢 这个黄巡才只是第二个无作动呢 也有人这样讲啊 什么叫预测性 哪里有预测性 外面的人还是很多谣言啊 甚至那时候更早的谣言 举信 听说老婆要参政 已经辞去了大马戏 是不是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这个是不是谣言 一切是谣言 我没有说 是啊 谣言 所以我说 你说当被领导的民众知道领导者将来要 未来做什么 会比较心安和踏实 对的 但是有没有 从来没有啊 到现在你也没有办法心安 有没有不要踏实 不然老百姓为什么会讲 还没有到5月10号 不要跟我讲 等一下这场选战打不好 他也可以下啊 成为 成为新加坡最短命的总理啊 黄巡才也可能啊 也可能啊 哪里什么东西有局限的嘛 可预测性 什么预测性 减少与民众之间的猜忌 增加互信 增加互信是你们自己想的吗 我们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信的嘛 你要做我们才信嘛 你没有做谁谁相信 相信 信任是你要 信任啊 在现实的这种资本主义国家 已经很难了 人都不可以信了 我跟你讲 真的 张大哥你不信你的老婆咩 你不信你的孩子咩 那个是 那个只是比较可以相信 酒病无效指 谁知道 什么叫信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 能够被你两刃插刀 真的不知道啊 我 我不是说张大姐有问题 我不是说我女儿有问题 信任是要在 有那个考验的时候表现出来嘛 现在我老婆掉进河里 你有说我会跳下去救她吗 我去救她 为什么 我跟她一起死咧 我不会游泳咧 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的嘛 我一定想办法打电话嘛 救命啊救命啊 喊大声去做沙山嘛 那才是我要做的嘛 对不对 现在我跟张大姐 走在那个高雄的爱河 突然之间她不懂怎样 她看到一朵花在 她每次做这种事 一朵花在那个河堤 哇很漂亮 她拿着手机这样拍拍拍拍 太高倾斜的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当然是喊啊 尽我的能力喊嘛 我一定告诉人家 我不会游泳嘛 你们救我老婆嘛 那我跳下去跟她一起死 是不是 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就算要讨厌 你没有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嘛 本来就是这样 就算我掉进河里 她也不会跳进河里的救我 她也不会游泳嘛 两个都不会游泳的怎么在一起 其实唯一的本能是什么 当大石头压下来的时候 哇你看到那个爸爸 护着那个女儿 那个应该有的 那个已经知道两个人都没有命了 最少石头压在我身上 让我痛死 这个减少被压伤的痛苦 这种事很高尚 所以你 哎呀 这种文章啊 我老实讲就是带风向 我们 我们的传承已经是有问题 连赵少康 其实他是不要讲 因为他觉得新加坡 竟然做到这样没有事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哇 珍惜 就好了 再这样的不一定好 如果你说王群来做20年30年 会不会更好 你真的不知道啊 你真的不知道啦 谁敢打爆弹 对不对 连我最喜欢 也不是喜欢 我不讨厌的一华人 一表人才都会这样 是啊 每个都一表人才嘛 国会议长 不会一表人才吗 哇 马林百列的时候 哇 选取的时候跑咧 哪单张跑咧 一表人才嘛 你哪里懂 会发生这种事 你这样的吗 工人党我不要讲了 我不讲人家不公平嘛 也是一表人才嘛 世世文文穿长裙嘛 没有打爆弹的啦 拜托啦 当然他们过去的理念啊 是一个成绩单啦 让人民信任 最好说我刚才前面有提 黄寻才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就是因为他在财经方面 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基础 现在我们面对国际的局势 未来的财经更加的复杂变化 又要走到 AI的那种数据 区克链啊 虚拟货币啊 这种邓大哥 我真的有很多东西我不会的 你以为李显龙会吗 他电脑有好到像黄寻才这么好吗 肯定 单单电脑技术就是一代比一代好 以后黄寻才会输给他的孙啊 哇 你看我那些孙啊 我真的是 奇怪 他们全部是外星人啊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电脑 我们 对着 昨天我对着那个电脑我都 诶 是当大姐先学电脑勒 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写 他打勒 他打字啊 几次是用打字机 没有 电脑 就是电脑慢慢打慢慢打 电脑是只有DOS 不像现在这样的 只有DOS啊 没有Windows啊 没有 我都问我什么都 我来 我来Windows是多 过了多一年才出 他的电脑比我好 从前那开始 现在当然我比他好了 他也不差了 我们两个都 现在已经没有 我们都可以应付 我们可以应付了 我们只可以应付 这个智能手机能够应付 那你跟我讲 我要应付怎样去修理手机电脑 修什么AI 我只会玩图 变年轻这样 变年轻 whole happy whole happy 他说 领导学里有一种说法 领导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过程 互信是 他建人际关系最佳的桥梁 你跟我讲什么互信 你敢跟我讲 他敢讲这种话 李光耀三十多年 他的同僚没有人不爽啊 那些提早 只有他一个没有退 其他的人时间到都退的 或者时间还没到都退的 那些人不会不爽 尤其他人 尤其是 i really are the one that I don't I really never like why